李宗盛世娥議員 《洛乎尼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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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今天星期日 提到新聞發佈本 今天告告就是 一的兩樣實踐回顧評識的建議 我相信今天都有很多問題 和很多討論 我就直接押 或者請曾先生解釋一下為何會這樣做 各位 我們今天發表的報告是關於一國兩制實踐的 這個報告主要是林志欣的心血 我交給他跟大家講解報告的內容之前 我先講三個問題作為引子 第一 我們為什麼要選這個題目來做報告 第二 為什麼在這個時候發表 第三 到底我們想怎樣 想那個報告發表會產生什麼效果 第一 為什麼選這個問題 其實大家都見到回歸了21年有多 一國兩制應該說整體是成功的 這個也是2014年那份白皮書的講法 就是整體成功的 我相信這一點客觀的觀察者都會同意 現在香港回歸以來 我們的社會經濟發展是很平穩 國際的很多評級的機構對香港的評價都依然我們是好的一面 香港也真的發揮了一國兩制的作用 對國家的整體發展也都有獨特的貢獻 所以整體來講是成功的 給很多回歸之前的很悲觀的人 當時的預見來講 今天的香港應該說是好很多 但另一方面我們覺得也無用偉言 在這20年有多的實踐當中 一國兩制也碰到很多困難問題 有些還未曾解決得到 本來如果說一國兩制是完全是成功的 實踐是完美無限的 那這20年的經驗應該將一國兩制推到一個新的台階 但是大家應該更加有充分的信心去研究 在這個所謂新時代裡面香港扮演什麼角色 應該是這樣 大家都知道我們實事求是來看 今天的情形似乎跟這樣的願景還差很遠 尤其是過去這幾年發生的事件是令人擔心 令到無論中央政府或是香港的市民 都產生了很多疑問 就是對一國兩制的前景產生了不少的疑問 所以如果我們不去正視這些問題 我們覺得對於今後一國兩制怎樣走得比較穩妥 所謂用官方的說法叫做走穩至遠 必定需要我們去正視這些問題 所以我們覺得做好這份研究 我們自己可以這樣說有相當強烈的一個使命感在這裏 為何現在發表呢 其實這個研究工作的開始是去年的五月 去年香港回歸二十週年 坦白說我們原先都以為經歷過過去一段時間發生的事 回歸二十週年應該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給我們回顧一國兩制的實踐和基本法的實施 但是我們有一點點猜疑 在去年回歸二十週年並沒有一些有份量的總結 甚至跟十年前十週年的時候還有差距 十週年還有一些比較認真 比較可以說比較深入的一些有關基本法的研討 去年真的沒有 可能大家都看著這個行政長官換屆選舉都不定 所以我們覺得去年是一個很好的時機 進行一國兩制的回顧 我們原來的計劃 如果年中開始應該年底都做到了吧 初初就想著第四季開始就應該可以出到的報告 後來一做下去就發覺資料就很多 而且還有不斷有新的事件發生 大家如果想回過去一年就知道我在說什麼了 就是不斷有些本身是觸及到一國兩制的最基本的一些問題的一些現象出現了 然後我們覺得如果真的要趕在去年年底就出 就不是太成熟 所以一方面由於看上去的資料很豐富 現在我們到最後K是從鄧小平先生一開始 有很多資料很豐富的資料 一方面資料多 另一方面不斷的客觀的環境在變化 就是我們一直去推遲發表的時間 直至到現在我們覺得再等 可能還有新的事情發生也不一定 但基本上我們的想法已經比較完整 我們覺得就可以出了 所以這個其實是燈了一年 當然由香港回歸二十週年變成二十一年 好像不太理想 不過剛剛今年又是中國改革開放四十週年 大家都知道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一國兩制 你可以說一國兩制實踐的效果成效 也都可以說明一國兩制成功的程度 所以我們覺得趁著今年我們紀念這個 國家的改革開放四十週年的時候 來發表這個報告也都合適的 最後我們希望發表這個報告有什麼效果 我們不敢妄自尊大 我自己覺得我們花了很多功夫下去 我剛才說K是做了很詳細 很仔細的資料收集 我們跟他就裏面我們研究的問題 提出的論點 我們自己也談了很多 也都真的請教過一些各方面的專家 聽過他們的意見 所以我們的工作是認真的 但我們不敢說這個報告是很權威性 沒有什麼所謂權不權威問題 我們聽過一些意見 覺得你們會不會訂到一個題目太大 一會兒K介紹的內容 你會看到裡面我們提的建議 是涉及有幾個都相當有爭議的問題 所以我們聽過一些意見 會不會我們大喉鬧得勢 你出這幾個有爭議的問題出來 就點起幾個不同的火頭 變得很難聚知會討論這一個兩個問題 可不可以將它集中一些縮小的範圍呢 我們覺得既然叫得做一個 一國兩制的實踐的一個回顧 停息呢 你又不能夠只是公其一點不及其緣 不能夠只是執著一個問題 兩個問題去討論其他又怎樣呢 所以我們最後都覺得我們談過這幾個 都想放進去 而且這幾個我們提出的建議 各自雖然都有它的爭議性 但是它亦都有聯繫的 即是互相之間有它的一些有機的聯繫在裡面 我們覺得整套題出來也有它的道理 我們當然也不敢說 這個已經是很完整地 全面地去檢視了一國兩制實踐了 我們一定還有很多值得探討的問題 我們是沒有足及的 這個就跟我們自己本身的能力所及有關 無論怎樣呢 我們這次提出來的一些觀點和建議 我們都希望在社會上引力討論 我們不只望一提出來 就馬上得到很多的支持或者贊同的聲音 我剛才講過我們預計是會有爭議 甚至很大的爭議 但是有爭議就是好事 即是大家起碼是願意正視那個問題 願意將那個問題拿出來 作為我們討論的一個焦點 這個都是我們的目的 我們的建議也都沒有想著 有關的方面 無論中央政府也好 特區政府也好 甚至香港市民也好 立即很樂意接受了付諸實行 我們知道是沒有這樣的可能 但是我們覺得好像報告一會有機會介紹 有些問題 與其掩著它 大家擺在一邊 就不如將它擺出來 大家一起棄 與其辭傾 就不如早棄 用一句老套一點的說話 我們這個報告都希望起到拋磚引辱的作用 如果對於我們點出的問題 報告裏面提出的建議 大家覺得行通的 跟你這樣做 根本解決不了問題 我們很樂意聽到其他人 提出更加切實可行的建議 這就是我們這個報告出台的一些背景 那下面的時間 我們就交給K 跟大家做一個詳細的介紹 好 那我也講多兩句關於這個研究的背景 那如剛才曾先生所講 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研究 是可以回顧一國兩制的發展 和總結經驗的 那我們也都特別分析了 中央對於香港政策思路的發展 是希望可以令更加多的香港人 是可以容易了解中央在對港政策上面的一些考慮 報告之中 我們也都提了一些 緩和一國兩制主要矛盾的方法 希望是引起社會的關注和討論的 根據以上的研究目的 這個報告是會用兩個社會大眾很關心的問題 作為切入點 第一就是和特區體制憲制有關的問題 例如近來有很多人提中國憲法是否適用於香港的問題 又或者是中英聯合聲明和憲法以及基本法的關係等等 第二我們也都就著一國兩制的價值問題 作出分析和評價 一方面我們總結了一國兩制成功的經驗 另一方面我們也都透過分析回歸之後 香港人和中央之間的具體互動 去了解雙方出現矛盾的原因 報告總共有六章 既有法學角度的分析 亦都有政治角度的分析 第一和第二章 我們首先會針對剛才所提的一些限制性問題 第三和第四章 主要是評論和分析一國兩制的價值和實踐 最後兩章 我們會針對一國兩制所出現的問題 提出了四個緩和現時矛盾的建議 接下來我就會跟大家解釋 而這份報告有一個特別的地方 就是它不是簡單地提出一個問題 然後提出一個解決方法 這份報告其實頭四章的分析 正正解釋了我們建議背後的理念和理據 我們也嘗試去理清了 一直以來引起香港人很多疑慮的事件和概念 所以這份報告其實整本都很重要 但由於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的發佈會 只會集中去講建議的部分 第一個建議就是針對近來很多人 產生一個疑問的問題 就是中國憲法是否和如何在香港適用呢 相信大家近來聽到的說法 就是憲法是整體上適用於香港的 但到底在一國兩制之下 它為何適用和如何適用呢 相信大家都未必有一個很清晰的答案 正正因為這樣 很多人會擔心一國兩制的定義 是否從此會改變了呢 就此我們在報告內文和第一個建議中 解釋了憲法在香港適用的原因 以及它和基本法到底有什麼關係 大體來說 我們同意憲法在整體上適用於香港 適用的意思是說憲法的效力 是涵區 香港特別行政區 但特區作為國家體制裏面的特別 或者例外的安排 基本法是會優先適用 中國憲法的條文 凡經由基本法修改或者取代 是不會直接套用於香港 為了進一步去說明憲法如何在香港適用呢 我們報告更加以憲法第二章 中國公民的基本權利與義務 在香港的適用性問題 做一個具體的說明 首先為何憲法整體上適用於香港呢 我們可以用四個角度去看 首先比較小爭議的一點 就是特區是根據憲法第31條所設立 而31條也是創制基本法的理據 憲法第62條第14項更加進一步規定 創制和設立特區的權力 是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去行使 第二個就是從國際公法的角度 當我們說一個國家在某一個地方 是在行使主權的時候 它的協法是必然會適用於這個地方 第三從一個憲法學的角度來看 憲法是一個國家合法性和正當性的來源 也由於中國是一個單一制的國家 全國只可以有一步憲法 任何的自治區和地方行政區 都不可以擁有標明是憲法的法律文件 而中國憲法本身其實也沒有任何一條 限制它適用的範圍 所以它的整體效力是涵蓋了整片中國領土 也就是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四 除了憲法的整體效力是涵蓋特區之外 憲法裡面的具體條文 其實也會對特區產生效力 尤其是是憲法第三章 關於中央國家權力機關的條文 換另一個角度來說 如果我們揭開一本基本法 其實裡面會出現很多的概念 包括國務院 全國人大常委會 全國人大等等 我們其實看完整本基本法 都不會找到這些國家機關的定義 和詳細註解的 我們唯有是透過回去翻柴中國憲法 才可以找到相關的定義 也就是換句話說 唯有透過憲法 我們才可以完整地了解整本基本法的內容 也正因為憲法之中 有關國家權力機關的條文 是對香港產生效力 所以基本法條文 其實與憲法有很多的關聯性 和有很多銜接的地方 例如行政方面 我們都知道行政長官 和主要官員 經由本地產生之後 是需要由中央人民政府去任命的 補充多一點 就是剛才曾先生提到 其實我們看了很多基本法起草的紀錄 其實很久之前起草的時候 已經有人談過 到底憲法如何在香港適用的問題 當時有人曾經建議 應該在《基本法》第十一條的第一款 加入這樣的一句 中國憲法的其他條文 即是三十一條以外的條文 不應適用於香港特別行政區 但由於憲法是國家的最高法 我們是不可以在《基本法》裡面去規定 哪些憲法的條文是適用於香港 哪些憲法條文的內容是不適用的 在整體適用的大前提之下 憲法的一些內容 大家都知道可能 未必是符合香港的情況 所以絕大部分條文 是不會直接在香港實施的 在法學上來說 學者會用一般法律 和特別法律的理論 去疏理《基本法》和憲法的關係 一般法律是說一些一般性的規定 也就是說憲法規定 整個國家的一般主體 是社會主義制度 而特區作為國家體制的一個例外 或者特別安排 是需要以特別法律 也就是基本法去做規定 在這種一般法律和特別法律的關係之下 基本法的部分條文 是可能會和憲法有衝突 最簡單直接的例子 就是憲法的總綱部分 規定中國的國體是社會主義制度 但在基本法之下 香港就繼續保持資本主義的政治經濟 和文化制度 而在以上的關係原則之下 如果特別法律的安排 是和一般法律有衝突的話 特別法律在香港是會優先適用的 即是說基本法已經涵蓋了的部分 或者基本法和憲法的安排是有衝突的話 我們只需要跟基本法的規定就可以了 但要留意的一點 就是雖然有關香港制度的特別規定 是和中國憲法是有分別 但憲法所規定的整個國家的整體制度 是不會因為基本法的實施而有所改變的 近來其實關於憲法的討論 亦都涉及一些所謂的個人 對於國家應該承擔什麼義務的問題 所以我們在報告 亦都根據了剛才所說的特別法律原則 去分析憲法第二章 中國公民權利與義務的條文 看看有關的規定 是否會套用於 香港永久性居民入面的中國公民身上 即是說我們需要不需要搜憲法的呢 在權利與義務上 我們的答案就是憲法第二章 是不會直接在香港實施的 為甚麼呢 我們可以將憲法第二章的條文 分成幾個類別 第一個類別就是憲法和基本法 同時都有提的權 譬如選舉權 宗教自由 人身自由等等 因為剛才的原則說過 兩者都有提的 我們要跟基本法就可以了 第二類就是憲法第二章裡面 有一些條文 大家都知道是明顯和社會主義制度 或者政策是有關的 譬如計劃生育 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之下 他們顯然是不會在香港實施 第三類就是憲法 關於復兵役和納粹義務 亦都不適用於香港的 因為在一國兩制的原則之下 中央根據基本法是不會在香港徵稅 而作為全國性法律的 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兵役法 亦都未被列入基本法的附件三 所以香港歸民復兵役 亦都欠缺一個明確的法律依據 我們剔除了這幾類的條文之後 其實剩下的第二章 還有哪幾條呢 就是52、53和54 這幾條條文是說什麼呢 大家拿出《中國憲法》出來的話 都會看到這幾條條文 主要是圍繞中國公民 維護國家安全和統一的義務 在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上面 雖然《基本法》和憲法 其實沒有一個很明顯的衝突 但是由於全國人大已經透過《基本法》 將國家安全的立法權 是授予了給特別行政區 所以相關的憲債責任的實踐 就必須要通過23條立法去進行 去達到維護國家安全的目的 而根據《基本法》 維護國家安全的主體是特別行政區 即是說特區政府是有責任 就著23條進行立法工作 而立法之後 特區居民就要遵守相關法律的義務 透過以上的分析 我們就釐清了中國憲法 是香港的適用性問題 但是如果有人認為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民的中國公民 除了《基本法》的規定是需要守法之外 也應該對於國家有一些額外的義務 譬如 就是應該更加有意識去維護中國憲法 或者應該有更加完整的國民身份認同等等 我們認為是應該研究用其他方法去處理 例如是用教育的方式落實 是不需要每一件事都透過立法的框架去處理 既然我們知道 特區是有責任通過《基本法》 23條立法 去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 接下來的問題 就是我們怎樣去創造有利的條件 去落實這個憲制的責任呢 我們第二個建議 就是去探渡這個問題 一方面 23條的本地立法 是特區的憲制性責任 剛才所說的 其實在全世界的國家安全立法裏 其實很甚少會有主權國家 是會將一個國家安全的立法權 是下放了給某一個地區去自行處理的 《基本法》 授權特區就分裂國家等等的七種行為自行立法 並且在履行這個責任的時間和條件上面 是沒有一個明文的設限 這個就正正體現了中央政府對於特區的高度信任 所以我們認為我們應該充分運用現在已經有的體制之下的彈性 去進行立法的工作 同樣普選都是《基本法》所規定的目標 亦都是大部分香港人的訴求 我們亦都應該盡快創造有利的條件去重啟討論 普選和《二十三條立法》這兩個問題 除了同時是重要的憲制性問題之外 其實在政治上都有相當的關聯性 我們報告的第四章就分析了中央和香港人自回歸以來的很具體的互動 並且指出《二十三條立法》的失敗和國民教育相繼備設 是令中央政府在政改問題上吹向審慎 另一方面反對陣營在《二十三條》和《國教問題》上成功迫使政府讓步 亦都令他們相信佔領運動是一個爭取更加大權利的方法 而且在泛民和部分香港人一直以來的訴求 都是先有普選才安心進行《二十三條立法》 正正因為中央和部分港人的考慮看似很難去磨合 所以令到雙方在這兩個議題上一直都達不到共識 我們認為對於《二十三條立法》和《政改》 並不是應不應該和迫不不撤的問題 而是可不可能的問題 即是我們如何保證議案可以順利通過 而不至於令社會造成一個很嚴重的衝突 那麼我們怎樣去創造有利於推動《二十三條立法》和《政改》的條件呢 怎樣可以令諮詢工作做得更好呢 那麼首先我們有一個建議就是 政制的發展和《二十三條立法》兩個議題 基於它的關聯性 特區政府是應該一拼去研究這兩個議題的諮詢工作 去開拓更加大的協商空間 第二在政治層面上如果要創造有利的條件 是應該通過在社會上充分的醞釀 爭取在正式展開諮詢之前 社會已經就《二十三條立法》和《政改》的一些原則性的問題 是達成基本的共識 那什麼為原則性的問題呢 譬如就是必須要按基本法的要求 又或者提名委員會的實際權力應該被保留等等 第三如其他大型的政策諮詢項目一樣 這兩個議題的諮詢工作呢 我們建議是應該由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委員會 是負責展開去確保所得出的共識 是有廣泛的支持基礎 而大家都知道其實過往政改和《二十三條》的諮詢 是未曾試過以一個大規模的委員會的方式去進行的 那我們認為下一次要去重啟這兩個議題的時候 是可以去嘗試用一個大一點的委員會去推動有關的立法和諮詢工作 我們建議也包括了委員會的組成和職能 在組成方面除了特區官方的代表之外 委員會也要包括一些各個界別的持份者 而這些持份者會負責去協調官員和所屬界別的溝通 此外就是委員會的成員也都應該包括一些和中央有恆常和正式交流的人士 並且他們應該是很熟悉基本法和特區體制的 例如就是基本法委員會的港方委員 或者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去協助公眾理解中央在這兩個問題上面 到底有些什麼的考慮因素和基本的要求 至於委員會的職能呢 第一就是去提升公眾對於有關這兩個議題的事實和限制的認知 強化特區和中央溝通 令到公眾是有渠道去瞭解中央在這兩個議題上面的考慮因素和最基本的要求 而最後一個職能就是收窄和平衡各界的意見 令到社會就這兩個議題的原則達成基本的共識 就著基本法的實踐問題呢 我們除了要準確去瞭解基本法 並且依照基本法的規定去辦事之外呢 其實也需要探討基本法應該怎樣配合一國兩制發展的需要 我們接下來的建議呢 就是針對基本法怎樣可以與時並重的問題 可以肯定的呢 就是一國兩制的發展是必然會遇到一些新的情況和挑戰 基本法在三十幾年之前起草 其實當時起草委員呢 是很難遇見到一國兩制開始實踐之後呢 遇到的全部問題的 譬如就是兩地融合所產生的法律問題 或者特區政制發展的需要 我們認為呢 當基本法的條文是未能夠適應實際的情況的話 修改基本法是一個可以解決問題的選項 但回歸去到現在呢 香港社會並未就著有關修改基本法的討論 因為呢很多人會擔心社會呢 是因為討論基本法呢 修改基本法呢 而會製造一些不必要的矛盾和爭議 但事實上呢 我們認為社會是沒有需要 是討論基本法為一個禁忌的 因為基本法第159條呢 對於修改的程序和內容 已經作出了很嚴格的規定 去防止任何人 會提出一些另一國兩制的實踐 變形走樣的建議 那這個就是159條的規定呢 就是現在拋棚上面這四條規定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除了有修改程序上面的規定之外呢 也都159條定明了 任何的修改是不可以抵觸 國家對於香港的既定基本方針政策 我們了解到呢 很多人擔心修改基本法呢 會引起不必要的爭議 所以我們在報告裏面呢 也都建議了四個特區提交修改基本法議案的原則 第一個原則 修改的條件應當充分和必要 只要在不修改 所以就沒有辦法解決問題的情況之下 我們才考慮啟動修改的機制 第二 我們應該先充分運用其他發展基本法的機制 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透過解釋基本法 透過中央向特區增加更多的授權 以及建立憲制慣例等等的途徑 去處理有關的問題 如果這些途徑都用不著了 或者沒有辦法去啟動的話 才考慮去修改基本法 第三個原則 就只是針對有必要修改的條文 現在基本法的修改呢 是採用修改議案的形式的 修改議案呢 是應該指針對有必要修改的個別條文 而不可以對整本基本法 作出全面或者大幅度的修改 最後第四 修改是必須符合國家對於香港既定的基本方針政策 也就是說中英聯合聲明裏面的十二條 基本法的條文 凡是按照這十二條所寫的 都不可以改 其他條文就有修改的空間 只要相關的修改是誤造成和十二條是有抵觸 我們也根據了以上的修改原則和實際情況 在香港提出了三個具體修改基本法條文的建議 我們希望是引起社會討論的 第一個就是關於中央人民政府派出機構的條文 現在來說中聯辦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駐港解放軍 同時是屬於中央人民政府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所設立的機構 基本法對於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和駐港解放軍 已經有明確的條文規定 但基於特殊的歷史原因 基本法唯獨沒有提及中聯辦的設立 職能和責任 中聯辦作為執行中央對香港政策的主要機關 而且大家都知道和香港社會有很多頻繁的接觸 但基本法對於中聯辦隻字不提 令市民很難清晰地了解中聯辦的角色和職能 因此我們建議 根據國務院第24次常務會議中的決定 在基本法加多一條新的條文 去釐清並且正式確立中聯辦的地位 職能及責任 令它可以更明正言順地履行職務 第二個修改是關於行政會議 即第54、55和56條 根據我們的研究所得 其實行政會議在英治時期的很多功能 例如維持行政立法關係的功能已經減弱 我們認為改革的方向是令行政會議改組為 由行政長官、各司長和局長所組成的政府內閣 主要官員將會議內閣成員的身份去提出意見 並且進行集體的決策 而內閣亦都需要就他作出的一切決定 進行一個集體的負責 我們認為行政會議的改革 或者是可以容易令社會得到共識 如果改革是能夠成功進行的話 不但有助於加強政府的施政能力 亦都可以促進各界對於政制發展 有一個建設性的探討 為修改基本法樹立一個 各方都可以接受的先例 最後就是關於副局長 也就是第48條第5款 我們認為在基本法的層面上 副局長無需由中央委任的做法 可能是憲制上的不足之處 因為副局長的職能的敏感性和重要性 並不是源自他本身的崗位 而是來自因為局長 他是局長的正式處任人選 在處任期間其實他實際上 實際上是衡制了局長所有的權力 所以他們不受各界限制 亦都無需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現在這個做法 我們認為是有一個問題在 而我們的建議就是 將副局長列入基本法所提的主要官員 他們必須由永久性居民入面的中國公民擔任 並且由行政長官提名 並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 這樣做亦都可以令到副局長成為常設 並且有憲制性地位的職位 令到特區政府的政治晉升階梯 變得清晰和明確 最後我們認為在一國兩制之下 香港除所有鞏固自生的一些發展之外 亦需要維持甚至是創造更加多對於國家的價值 所以我們的報告除了處理香港內部的一些問題之外 亦都會嘗試探索一國兩制 怎樣對國家可以有進一步的貢獻 我們認為特區政府和民間社會 是可以更加充分善用已經有的條件 去結合香港現有的優勢 創造出更多新的價值和地位 報告最後一個建議 就是以國際非政府組織 在發展香港綠色金融上的角色 作為一個例子 去說明香港在一國兩制之下 怎樣為自身和國家創造更多的價值 現在來說為了配合國家的環保發展 其實特區政府在去年 已經開始積極推動綠色金融的發展工作 而各界基本上都是同意這個發展方向 因為無論是對於香港、對於國家 還是對於環保整體來說 都是有利的 在發展綠色金融的項目上面 我們知道香港還是處於起步的階段 甚至是起步得相對比較遲 所以我們在報告中也參考了其他國家 相對成功的經驗 譬如新加坡的個案 在新加坡的經驗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香港要成為綠色金融中心 是不能只著眼於純經濟層面的考慮 新加坡官方和民間在環保上的經驗 發展綠色金融的技術和知識 國際聯繫等等 都是他們的優勢所在 在新加坡的個案 我們可以看到 如果香港要在全球治理和協助 中國在綠色項目走出去上面 發揮最大的作用 特區政府必須要善用 一國兩制之下的其他優勢 以國際非政府組織為例 香港相對寬鬆的社團註冊制度 有利於籌款的經濟和公民社會環境 其實吸引了很大量的國際非政府組織 在香港成立和發展 這些組織有很多功能 例如他們有能力去推薦一些試驗性的環保計劃 他們所掌握的全球性資訊和專業人員 亦有助於香港去連結不同的地區 去增強香港的國際定位 當中國的綠色項目要走出國際的時候 香港的法律制度、金融中心的定位 配合與這些國際環保組織的聯繫 幾種優勢的結合就整好 令香港可以扮演協調和緩衝的角色 是加強海外的投資者對於中國綠色項目的信心和理解 國際非政府組織的參與 除了可以增加民間和商界對於綠色項目的認知和支持 增加香港成為綠色金融中心的機會之外 長遠來說都可以將香港的成功經驗帶去國家甚至國際社會裏面 這些功能我們認為正正是香港這一制所帶來的效果 也只有透過維持這一制的特點才可以令到香港的優勢得而保留 令到國家和香港都可以受惠 我們運用綠色金融這個例子是希望提出一個 一國兩制發展的一個討論的方向 是令到社會是可以更加主動去發掘 以及充分發揮一國兩制的潛在可能性和價值 那今天關於報告的簡報就是去到以上 如果各位記者朋友有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在Q&A的時候我們可以問 今年起文中將就有充分的共同 設計全部提供出來的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